另外看到射箭场上今天出现了大黑马 女子团体赛原本最被看好能拿下三连霸的是新竹市 但最后他们是以铜牌收场了 反倒是以年轻选手为班底的桃园线是一路过关斩将 对 而且桃园线打到了金牌战之后呢 他以大幅的领先优势料到了由袁淑琪所领军的南投线 最后是夺下了金牌 而无独有儿的是在男子团体赛 花莲线也想要挑战三连霸 也是宣告失利 最后是由南投线来登上团体赛王座 全国运动会射箭场上演团体赛戏码 由于比赛场地大直迎风河滨公园的风势不容易掌控 不少选手都受到了影响 赛前被看好有机会拿下三连霸的新竹市女子队 最后只拿下铜牌 反倒是年轻的桃园线队女将挺住压力 一路过关斩将 甚至在金牌战以214比191 击败了前奥运国手袁淑琪领军的南投线 夺下女子团体赛金牌 因为之前有台风 我们有趁着台风的时候有练习 所以有模拟过 这段期间我都是训练选手的心理方面 对 就是在我们桃园线的时候 在训练的时候 就慢慢去给他增加一些压力跟强度 这次全运会是桃园线女子射箭队教练欧义 第一次领军出征 正中选手全都是这位年轻教头 从小带到大的子弟兵 赛前他就看好大家有机会杀出重围 而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也没有让教练失望 可能就是他们年轻 对 因为他们在高中生而已 对 出生制度 可能是这种心态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怕 全运会比较大 然后刚开始比赛会有点紧张 对 到最后就放开做自己 除了女子团体赛爆冷 男团赛事也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原本要挑战308的花莲线 最后错过奖牌只拿第四 至于金牌战 南投县以215比207 力退有前奥运国手城市院坐镇的新北市 南投县登上本届全运会射箭男子团体赛霸主 优电TV孙传仙台北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